裁判的馬曉光在記者會當中呢 他終於正式承認了李孟居這個人是 中共認為他涉嫌從事危害國安的活動 所以就是把他人抓起來了 他其實人被失蹤啦 簡單來講在中國被失蹤 到目前為止人在哪裡 人關在哪裡 受到什麼待遇 還有具體他被指控什麼罪名 仍然都是不清不楚的 市長有聽過這件事情嗎 有我知道這件事 有知道這件事齁 為什麼今天特別要跟你聊這件事情 是因為其實這位李孟居呢 後來我們發現他也是您的支持者 這是您今年參加這個大甲媽祖賴靜 你在中間騎U-bike 在照片的最右邊 最右邊跟你一起騎U-bike的那一位 就是李孟居 你願不願意在議會這個殿堂裡面 公開的聲援一下 你的支持者李孟居 那這個是這樣啦 逮捕應該在一定要 我想這樣啦 比照歐美的標準 歐美日 要公佈理由 要給家屬接近 我想這個 不管如果中國要成為 要進入國際社會 人家國際怎麼做 他就應該怎麼做 所以您願意 願不願意啊 因為另外一位 其實前一位叫李明哲 他是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你願不願意在這邊 呼籲一下 中共當局 可以立即釋放李明哲李孟居 這一類良心犯 並且停止這種 迫害人權打壓言論自由 隨便把人羅織入罪做政治綁架的行徑 釋放這個我們不能這樣講 應該說請中共當局 立刻公佈李孟居的犯罪事實 這樣才可以 而且要給家屬探望的權利 所以您同意他應該要給家屬以及醫療人員探望嗎 應該要 您同意他應該要有自由意志聘請律師的權利嗎 我還是一樣 中國如果要成為要進入國際社會 歐美日這些國家的標準 他們就應該要遵守 所以中共是不是應該也要立刻公佈李孟居關押的地點 應該 應該要 好謝謝市長 各位請看 大家請確認 我請問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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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